哈囉大家好我是騰的我們今天呢要來玩這款遊戲要做最後的都市 那麼今天的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遊戲的T0首抽角色 以及陣容搭配還有這個遊戲 新手開局可以領的禮包馬福利 好那麼先來介紹一下這遊戲的新手開局推薦培養的角色 那其實呢官方一開始就暗示的非常清楚 在我們的手除這邊 那只要我們7天登陸 第二天就會直接點到我們的救贖女巫戴娜 所以說的話這個開局就可以直接免費拿到這隻 傳輸角色 那這個的話是綠色野性的 主打的話就是中毒 可以用成都隊 那他的技能都有非常多這種群體傷害 而且還會附加中毒效果 然後他生命值低於50%也會有一定的這個控制效果 那這些附加的中毒都可以添加自身攻擊力的25% 然後最多的話還可以疊加5層 那我們這邊疊加了非常多層但是 他這樣每個回合慢毒還是太慢嘛 所以說就搭配我們的這個傳說夥伴 那我們只要有了這隻之後呢可以先來看一下他的 第2技能 他可以直接對後排通常後排的話都是放 我們的這個主要輸出角色嘛或是主C 那就可以直接以立刻以50%的傷害 觸發他身上的所有中毒就可以 一回合造成大量的 傷害輸出啊 然後他其他這個 大招也可以 造成非常 高的輸出而且只要有這個中毒 一定就會直接造成最高的傷害啊 然後再搭配一下他本身這個恢復 被動技能 他本身可以恢復大量的生命值還可以恢復高的怒氣值 可以讓他一直觸發這個大招 瞬間就秒殺 對方的這個主要輸出角 就是對敵方的攻擊力最高的單位造成大量的輸出啊 相當猛的這一個 新手組合搭配 然後等到後期的話就是可以上陣一下他各系的 主要 核心角 那這遊戲的話跟其他類似的放置遊戲都差不多 就是主要是三血 然後還有分成光和暗 那我們也可以以這個 就是打關卡的 陣容去看喔 那推薦你不是大課長的話就這種三系的話就各培養 然後的話如果你有抽到一些比較多的像光暗角色 可以上陣幾隻啊 那不前提是 抽到的話又能夠養起來 要不然的話就算你是抽到非常強的角色 那星數不夠高那放上去的等級是不夠 也是 沒辦法比這個三系的 高星等級高的角色還要來得強啦 而且這三系的話只要各上陣這個兩名或三名 他都可以有額外一定的這個 攻擊還有生命的buff 但是我們紅色狂人的話主C的話就是 倒閣啦 那狂人的話主要就是以這種 灼燒效果為美啦跟綠色的話其實是 差不多一樣的 那至於綠色的主要角色就是 剛剛介紹吧像是克里斯多 還有我們的戴娜 那這邊的話後續也可以再多添加一隻 加穩 那這樣的話這三隻組合在一起 基本上這個 獨對陣容就還是蠻不錯啦 那可以看一下他可以直接吸取受傷者的力量 造成大戰傷害之外還可以竊取敵方的攻擊力 還會附加禁療還有免傷降低的效果 就是可以更快速的秒殺對方的角色 要不然的話 對方奶媽還是會 慢慢的把這個血量給揮回來 然後他第二技能也是可以攻擊力差距越高 那他的這個 這個趴數也是相當大 最高的話是可以到480趴 然後每回合一樣是可以攻擊突擊敵方的後排 然後吸取他們的生命值然後轉化成這個攻擊力 1D 然後一樣的話會附加這個中毒效果 而且他一樣是打這個後排 所以說對方這個組C在這個綠色 獨對面前其實是還蠻容易就會被 單點擊破掉 那至於藍色玫瑰的話 其實蠻推薦可以 就是單獨培養一隻這個 惡普斯 惡普斯算是這遊戲的 最強奶媽 可以看一下他的這個大招可以單體復活 如果沒有死亡的角色的話也可以恢復一定的 生命值 然後搭配下他的第2技能 可以恢復生命值之外也可以附加這個 免傷提升 每回合行動級的素質就可以恢復 這個恢復量也是 相當不錯 再來搭配下他最後這個群體徵業 只要D50%就會附加復仇追夾 可以造成傷害額外提升70% 還會協助進行一次普通攻擊 基本上多上陣這一隻有了這個復活的 效果可以讓我們整體的陣容的續航能力 自身能力有的大幅度的提升 那基本上這幾隻的話就是 蠻推薦 大家在中後期的話是可以 加強培養一下 好那麼接下來的話來分享一下這遊戲的禮包的取號 然後兌換的話我們就先點左上角的龍頭像 接下來的話可以點右方的功能設置 在上方這邊的話可以輸入我們的禮包碼 然後我們可以輸入這個 N1W66 N1W36 可以按兌換 這邊的話就會顯示突然成功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是 PLAY 然後N1W PLAY N1W 好這邊的話一樣是顯示突然成功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是 AD 然後VANC AD VANC 好這邊都是可以連的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是 GOGOGO 三個GO 我們接下來也來試一下其他的這個 VIP88 這個是可不可以兌換的 VIP88也是可以領的 然後現在下一個VIP66 好那應該就是到VIP88可以領 好那麼都領完之後就可以到這個遊戲了 遊戲提搶就在右上角這裡 我們剛剛的對判獎勵嘛可以領到大量這個招募 還有非常多的鑽石 這邊有個10張招募券 然後又再兩張高級招募 普通招募 還有事前約翔力這邊的話也是可以 直接送到我們的這個遊戲線箱 這邊還可以獲得精英夥伴自選 那如果你可以就是可以仔細去看一下 剛介紹的那些某些特別角色可能就不會在這種 自選箱裡面出現了 因為這些 比較強的話還是要去靠大家自己慢慢去抽啊 然後其他的話也是有非常多的招募 這邊還有宋寧哥的皮膚耶 在這裡戴娜皮膚 還有陰靈 預約獎勵 基本上的話新手 沒有什麼意外的話就是先讀隊開局啊 就是我們剛剛 介紹那幾隻綠色的強力角色 好那最後來看一下這遊戲的 新手開局福利 這邊還有這個百抽福利嘛 看我們第二天就可以直接領我們的救贖女卧 那搭配我們剛剛拿到這個外觀啊 就可以直接領 後面的話這邊 後續天數也可以繼續領到 第七天一樣有這個精英夥伴自選 那你們就可以依照你們自己想要玩的隊伍 去選擇 你們的這個 自選夥伴 然後右方呢是這個 專享禮包 這邊的話倒是就是 需要儲值啦 那目前福利的話 看起來就是這裡 好這邊玩家獎勵 其實送的東西 非常多啊 那都是送的話快要接近 可能快要接近這個500抽 然後像我們這邊基礎招募就直接353抽 然後再搭配一下這個 高級招募 還有這些其他的友情招募 這邊的話大家都是可以 快速抽一抽 像我們 不過普通招募的話 五星角色的機率應該沒有到特別高 有想要的話可以 怎麼才剛剛說就直接被打臉了 直接獲得五星的爆爆啊 還有這種普通招募的機率都不會到 都不會收到太高啊 好那現在又多個幾抽 又中 那個 風芒妹吧 不過他只有三個技能應該算是 肥料的一種 那我們直接來抽一下高級招募 然後這個10 就是10抽是不是必中這個五星啊 你看這個又 中了一個黛娜 好那看來這個 遊戲的伏力還是挺不錯啊 那這邊的話有些 夥伴招募機率喔 然後這邊的話有一個 破舊的檔案式攻略喔 那如果不知道怎麼玩這個小遊戲的話可以稍微 參考一下 那至於有些比較簡單的關卡沒有列出來 那 大家的話應該是 蠻快就可以直接通關了 那如果真的不知道的話可以來 稍微參考一下 那這個 遊戲之景應該是叫做這個 都市冒險高耍 這個名字也是取得非常刺激 好吧那麼以上就是 今天的最後的都市 你幫我需要分享 及 最強的 天音角色 陣容搭配推薦介紹 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部影片之間 大家 掰掰